一一樣是 優標放在姓名,插入一個函數 這邊的話,切到那個檢視與參照,裡面的index index它要的東西很單純 三個 第一個按確定,我們用預設這個 第一個它會問你說,你給我一個範圍,這個array其實跟剛剛那個tablearray還蠻像的 哪個範圍 那我們就選不包括藍位名稱的這個範圍 第二個是說,那你要抓的是這個範圍裡面的第幾列啊 意思就是說 你針對這個範圍 其他沒有選到的就不算 這個範圍你要第幾列啊 那 哪一個是第幾藍啊 那基本上 列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我們可以根據什麼 根據編號 編號裡面的剛好005 那到這邊來剛好它幫你把00去掉 因為 數字的話 它沒有00 只有文字才有00 所以帶過來之後呢 它會是5 那5是不是我們要的呢 其實 剛好005我看一下 在這個範圍裡面是不是第5列呢 12345 剛剛好 005 就是在第5列 所以我們這個範圍 其實可以根據編號 因為編號剛好照順序 所以 1到5剛剛好 所以你可以 把這個列 rawindex 用編號來代替 那藍的話哪一藍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用 姓名的話是 第二藍 所以你就輸入2就可以了 按確定 OK那你會發現 劉宏君就帶過來 其實大概就這樣 005 如果005沒錯 那你也可以再改一個 004看看 他會抓對 張宏才 沒錯 那所以 其他藍的資料怎麼帶呢 一樣 你可以把這個 2的部分 藍的訊息 用那個raw來代替 不過raw的部分 我剛剛講過 其實類似像剛剛那一題 也可以插入函數 用那個raw 減式與參照裡面的raw 參照到4 所以把它減掉2 因為我要從第2開始 2、3、4 因為他會參照到哪一藍 第2藍、第3藍 一直到第5藍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 raw-2的這個 公式 複製一下 取消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index的 最後面一個參數 貼上 變成raw 小瓜糊 減掉2 這樣子的話打勾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把它自衝一下 幫中間看 看起來會比較OK 向下填滿 放開 範圍 剛剛raw 選 raw 這邊 要把它鎖起來 f4 按兩下 然後h3 也是按兩下 h 這個按兩下 鎖列就可以了 這個範圍鎖 這個範圍鎖打勾 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基本上也可以帶出 其他的資料 index 它的好處是 反正你查詢不一定要在第1藍 不一定第1藍 你可以其他藍都沒關係 反正呢 它主要的目的 就是怎麼樣 幫你去抓範圍 反正這個範圍裡面的第幾列第幾藍 你告訴我 我就幫你去抓到了 所以藍列的 相對的關係 這個是 index函數 的使用方法 那再來的話有關那個offset的話 這概念也差不多 offset的意思是說 我以 哪一個儲存格當基準 那我要移動 幾列 移動幾籃 offset是移動的概念 所以以後如果你是 要在 某一個儲存格的相對位置 去抓其他儲存格的資料過來的話 那你可以用offset 這邊講一下 插入函數裡面 還是offset offset的後面這個 按確定 不過你會發現 offset的參數 它的參數 總共會有五個 但是特別注意 這五個裡面的話 後面兩個 通常會省略 這裡面 所謂省略就是說 它的height 就是它的 那個高度 出現的高度 歷史這個 指的是它的寬度 出現的高度 這兩個通常 我不會指定 所以呢 我會把那個上面 三個先做完 第一個是reference 意思是說 你要參考哪一個儲存格 那基本上我參考的是A2好了 我以A2當基準 那未來呢如果我將來呢 假設要抓到姓名的話 而且是姓名是第五個 的姓名 那我要怎麼去移動 特別是要 Obsets有移動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把它移到旁邊 然後看一下 Rose 移動幾列 Colence 移動幾籃 所以基本上 其實我們可以 Rose你可以用什麼 編號 來當成 移動的 距離 比如說我今天005 放過來 當然變5啦 所以移動以A2當基準 移動1 剛好是001 2 3 剛剛好 所以我可以 把Rose 這個參數呢用什麼 編號來代替 Colence呢 用什麼 這個時候沒辦法 因為我今天以那個 A 2當基準 所以我要 抓到那個姓名的部分的話 要移動幾籃呢 一籃 所以這邊輸入1就可以了 剛剛Index是2啦 所以這邊是1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我們就可以抓到 劉宏君 這個人 那你 看一下004啦 我看004能不能抓到 對的 張宏才 沒錯 那總銷量 一樣的道理啦 如果你今天希望向下填滿 全部一次完成的話 其實會變動的 就是 最後這個啦 第一 因為移動1籃 移動2籃 移動3籃 所以呢 其實這裡會是1234 所以 你還可以一樣 用那個 Rho函數 去抓一下什麼 你現在的列 一樣是4 所以 這邊可能要 剛剛是Rho-2 這邊可能要Rho-3 因為我要是1234 OK 好 那一樣 你可以把 Rho-3 Rho-3 複製一下 或者是直接乾脆在這個最後面 把1 改成什麼 Rho-3 打勾 向下填滿 記得 一樣鎖一下 以 A2當基準 所以 A2 把它鎖一下 其實鎖列就可以了 其實鎖列就可以了 H3的話呢 記得也是鎖 鎖列就可以了 OK 打勾 然後 第3個是移動幾籃 藍 OK 然後把它 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應該就 沒有錯 自動抓到 其他的話也許你可以再測試一下 006 Enter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完成 Offset 所以Offset 基本上 它跟那個index 最大的差別 index 某個範圍裡面 抓哪一列 哪一籃 Offset 它是在 哪一個基準 比如說A2 向下移動幾列 向右移動幾籃 那未來如果說你要 正數的話是向下跟向右 如果是負的話 還剛好是向上 跟向左 OK 所以這地方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剛剛講的index跟Offset 試試看 這兩個 於是未來 你要在 資料裡面要抓 查詢 查詢資料的話 可以 參 參照這index跟Offset 可以試試看 如果我工作 一般 習慣上 index用的機率還是比較高 Offset的話 因為它感覺 會一直移動 一直移動好像比較不好掌握 反而是那個index 哪一列知道了 哪一欄知道了 哪一欄知道了 都抓資料過來 OK 這裡我想各位試一下 index跟Offset 函數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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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谢谢观看